現在要講的主題是一個正確的準備考試的學習過程 就是類似一天或一個禮拜正確的方式 剛剛我聽了朋友講話,他的學習方法是對的 所以我再論述一次 首先是這樣,我們會在一天當中 假設你早上的時間精神比較好 所以我們就看韓壽課程 看了兩、三個小時、四個小時後 下午就把老師教的概念學會、解題、計算 記得喔,關鍵點是動筆 所以你剛剛講到你的動筆是對的 那你又提到一點就是 動筆,然後理解老師教的 老師講的細題,你都把它做一做 然後開始比對 假設你晚上又在復習老師今天講 然後復習之前的 所以晚上精神比較不好的時候 你就要復習過去所學的東西 這個就是一個正確的循環 那這個循環呢,假設你的程度不是很好 你就會學的,你要重複很多次 那你如果你的程度很好 你可能講一次,欸!我懂了 類似的喔,欸! 可能重複一、兩次,我們就懂了 但是,要記得一件事情就是 你是在,你剛剛說十次吧 你說你是大量 大量十次 你說大量的同樣的題目做十次 或不同的題目做很多次 這個時候呢,事實上這樣 我們的習慣呢 我的習慣是 手寫的速度是比想的慢 對啊 所以我是用想來復習 謝謝大家 謝謝 老師 ไป